昨天,是看青子,继凌晨的这场分手,霸占了热搜前三,看青子承认分手,的热度,更一直是火爆了一整天,以至于迅速干过了林俊杰被脱粉的心门。 歌迷脱粉原因是,林俊杰疑似与EID被半仙的女主播恋爱了,重庆这场演唱会半仙也在场,本尊长这样粉丝们当然是拒绝的,都希望这是个假消息,更有女友粉,马上表示心碎,要脱粉了。 据网友提供的消息称,林俊杰与女主播半仙,在2016年就已经认识了,经常一起直播打游戏,话说渐渐确实是个网瘾少年没跑了,半仙是熊猫直播之下千钩的一位女游戏主播,两人经常一起打兜头而半仙本人就是重庆的人。 这次被爆是因为有人看到林俊杰在重庆演唱会,前提前几天到在重庆,还买了一套房子,那么这是要买房结婚的节奏吗? baby半仙在当天还发了一条微博,随后秒杀兮兮开心,有一些特粉丝们纷纷表示不相信,小编其实也不相信的,脱粉是不存在的。 这些纯属性谣言,与其相信谣言,还不如练练手速抢演唱会门票。 但速,下面这个同款系列似乎又说明两人之间的签字万里get同款戒指get同款旅游地.get同款简注标志被拍到一起吃铁品。 注意,是两人人共吃一碗哦,还有一次林俊杰到美国写歌找灵感,baby半仙就发了这样一条微博, 是不是说给林俊杰都不知道,但要说巧合也是真巧了呢,作为三十七岁的林俊杰,谈个恋爱也是心正常好吗? 要知道隔壁大两届三年级二班的周同学已经儿女双全了,大家都知道这一届以前一直苦恋女神一只可惜, 我流水有一落花无情,演唱会告白后,就不了了之,虽然两人再见还是朋友, 但是,每次林俊杰看y的眼神,真的是在冒猩猩,笑得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。 如果这次恋情不是空学来风,那么还是抱着祝福的心态吧。 不过细心的网友发现,这个半仙的主播,笑起来似乎有几分y的神态, 不知道这是不是打动林俊杰的原野之一呢? 除所为半仙,又未提你们看好这一件的这次恋情吗? 欢迎给我们留言。